第14题 质量为0.4公斤 重量百分浓度为15%的葡萄糖 C6H12O6水溶液中含有多少莫尔的葡萄糖分子 这题我们给了溶液的质量 也给了百分浓度 我们就可以求出溶液的质量 溶液质量是溶液质量乘百分浓度 而我们质量应该以公克做单位 0.4公斤是400公克 400公克乘百分浓度15% 我们可以算出来我们有60公克 所以我们的葡萄糖有60公克 那么葡萄糖60公克有多少莫尔 质量要换成莫 必须要除以原子量或分子量 而分子量就是原子量相加 我们的分子是C6H12O6 所以我们有6个碳 一个碳是12 我们有12个氢 一个氢是1 我们有6个氧 一个氧是16 所以把它全部把它加起来就是72 加上12 加上96 算出来就180 所以葡萄糖的分子量是180 现在我们的质量有60克 所以质量除以原子量或分子量算莫尔 就是三分之一莫尔 所以第十四题问我们说 含有多少莫尔的葡萄糖分子 我们答案选了是B 三分之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